在上一期悉尼大学云逛校园中 商科小姐姐们为我们介绍了商学院平时的上课流程 没有看过上一期的同学 记得点击主页查看 本期我们将带大家感受一下 来自悉尼大学期中期末考试的恐惧 高挂颗律是真是假 还有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悉尼大学图书馆珍藏学习技巧与你分享 云逛校园之悉尼大学商学院 Let's go 还记得上一期在说到悉尼大学考试时 Ruby小姐姐是这么说的 Double Major Accounting跟Fundance这个死亡课 可能说可能就是40%的挂课率 非常非常难的 西大课程的挂课率高达40%是真的吗 留学生们经常会在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西大的名字 在学长学姐的朋友圈里 也经常会看到为了感丢和复习而秃头的吐槽 在西大还流传着一个传说 据说那神秘而美丽的兰花银被西大学子们称为挂科树 每当兰花银盛放之时 恰逢西大期末考试 如果你没有认真复习 又被兰花银砸中 那么你就要小心你的期末成绩了 这么多的传闻不禁让不少同学担心 如果我去了悉尼大学 我得多努力呢 答案由我们商学院的小姐姐给大家揭晓 康尼所有的课其实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平时的工作必须要做好 期末临时再挂火角 整天泡在图书馆里面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比平时 就把所有东西都做好 来得重要 我觉得难的点是在于 大家是要懂得延伸 其实挂科这方面 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难的 因为大家只要去根据一下流传 懂一下老师基本的展现点 是不会挂科的 就是participation assignment 就是跟着做 但是真的想要拿高分去就是蛮难的 考试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需要你去细心的一些东西的 但我自己的学习方法的话 我可能会把老师的一些 就happy lecture我们是有录评的 但是tutorial的话我可能会 就是及时的做一些notes之类 并且说可能会录音之类 因为可能就是大一刚来的时候 英语不是很好嘛 然后我会把它去录一个音词下去来听 可能听一遍两遍的 你真的说靠一些你平时不怎么认真听讲 靠突击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免免前长你会拿到一个pass 但真的想要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学到一些东西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做一些笔记 不懂的话就去问老师 其实这边老师他很乐意去跟你沟通 就是我们拿到老师的邮件之类的 或者说老师他会在学校有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时间 我们直接去问他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蛮好的 蒙心提问 如果复习时图书馆教学楼站不到位置怎么办 就比如说你是和你同学一起来自习的话 你直接可以去学校网站上做一个booking 一个人是最多可以四个小时 然后你就可以和你的同学们在里面自由地自习 等等蒙心们 你们还不知道图书馆在留学生活中的重要性吗 我们的科普课堂马上开始 西大的校园内分布着十大图书馆 拥有近四百万册图书 是南漫球最大的学术图书馆 部分图书馆24小时开门 在西大 只要你想学习就有图书馆敞开怀抱欢迎你 你不仅可以在Fisher Library 西大图书馆系统中最大分管 Scientech Library 支持科学 建筑 设计 工程 医学等专业的学习 Law Library 支持法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法律研究等 进行学习 还可以找到像ThinkSpace The Quarter一样的新型学习场 开展研究 不过在这么多图书馆中 大家去了最多的还是Fisher Library了 它是南漫球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许多独家收藏的真品仅在西大图书馆保存 如牛顿第一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还有更多珍贵的中文手稿藏书等等你发现 偷偷告诉大家 在Fisher第七层你还能找到漫画和电影资源哦 下面来说说你可以在图书馆做什么 查找学习资料 免费使用海量付费database 线上线下节约影像音乐等资源 参加图书馆开展的各项活动 图书馆的各项福利包括 在Final期间偶遇可爱的织育犬 在Chill Out Loop收获免费小零食和学习用品等等 以及使用睡眠仓 厨房和自动贩卖机等生活设施 下面我们给大家科普 如何在图书馆预约学习空间 登录图书馆网页 点击Book a Star Day Space 点击预约选项 小桌、会议室、自媒体房间、录音室等 选择时间、输入个人、学生信息 等待预约成功邮件 需要注意的是 疫情期间 学习空间有两到三小时的使用时长限制 说了这么多 你最喜欢在西大的哪个图书馆学习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下一期 我们将带大家走进悉尼大学医学院 作为西尼大学最早成立的学院 她古老神秘 肩负着澳洲最好医学院之一的美誉 她毕业生的发明 改变了人类医学的发展 多次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人才济济的医学院课程如何设置 对于学生来说有何挑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了